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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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可能忘了只有李大人一定记得 多情体贴看来是新好男人的第一要件 大人哥的痴情不离不弃 塑造出完美的新好男人形象 不止戏剧 动画里的灰太郎 天天把我爱我老婆挂在嘴边 就算太做的脾气一来 平底锅乱飞 灰太郎被K的满头包 仍然没有半句怨言 灰太郎永远把老婆摆在第一位 这首歌《要嫁就嫁灰太郎》最能衬托出卡通动画里的新好男人形象 先进男人处在老婆家人工作的压力下 如何称职扮演角色 进而博得新好男人的封号 很多人都在找答案 来看看家庭清喜剧金太郎的幸福生活 男主角金太郎 金亮斡旋在老婆老爸和丈母娘之间的夹心状况 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而金亮人捧撑狠的言论也在网路爆红 老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金太郎 只要你生气 就拿拼点锅 拍我吧 我像红太郎吗 剧中的金亮是当下贾板男的一个缩影 不管矛盾再多 金亮始终和爱人小米携手 一一克服遇到的困难 这一角色会让很多和他一样的贾板男找到共鸣 那我想文卡齐平大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现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有这么多的男主角会 来选择这种顾佳的新好男人的形象来出现 是不是说这个现实生活中 新好男人少了一点才会在艺术作品当中呢 给大家一些期待跟憧憬 像这个盛梅一样 最近有一个杂志做了一个调查 我要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列出20个女人认为说他最渴望的 但是呢 现在最被忽视的东西 结果这20个他就排名 第一名被选上是什么 是被呵护 第二个是迁就 有一个小姐写 她说 她最感动的一次是 她刚新婚的时候 他们去度蜜月 她要搬行李 她说 那个老公给她说 我是你一辈子的苦工 我以后永远不会让你搬行李 永远当行李员 我永远不会让你搬行李 但是呢 结婚几年之后他们出国 老公更不理他 拿自己的行李就往前走 他要一个人自己在后面搬自己的行李 你知道吗 所以变成说 男人口欲复见 好的时候讲话 结了婚不一样 忘了就最快 今天电视机前面观众 金金主 女人其实真认 她看起来是女强人 第一名选出来是被呵护 第二个是你迁就她 而现在这两个特质 在社会里面越来越少了 所以大家就觉得 女人内心里面 好渴望这样子的心好男人 没错 刚刚欣平大哥已经开出了 心好男人的条件 但现实生活中 其实会拿平底锅的女人 应该也很少见了 我们请盛梅来谈谈 把心好男人怎么解释呢 教育部之前 今年五月在这个词典里面就说 好男人要有幽默感 让人舒适 可信赖 生活态度真诚认真 坚持这个道德理性 有威有首尊重女性 等等等 里面她是把这个幽默感 占第一位 第一个重要 你也认为是这样吗 过去我一开始看到 这一个内容的时候 我也不懂 为什么是幽默感 放在第一位 家庭责任 坚持道德 怎么是往后排 我现在终于懂了 真的就经历过很多很多的 这些公众人物啊 艺人的故事之后 我也赞成是幽默感 为什么 就像我一直认为马信平大哥 他是非常棒的心好男人 为什么呢 我认为是他的幽默感 你知道幽默感这种事情 不是说说笑话 然后逗女生开心 这就叫幽默感 各位 并不是这样 而是他有一个正面的能量 每一次在吵架的时候 你不要跟着吵下去 你用一些幽默的态度 就是要生活更有乐趣 情趣 我举一个例子 当然前一阵子 我们台湾的媒体 一直在讨论 就是我们的陶叔叔 陶大伟 你看他这么多年的 这个婚姻生活呢 他曾经讲一句名言 就是说 每一次太太有任何的意见 说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各位 这不就是一种幽默吗 没有关系 大错小错都算在我头上 这样的男人 你就会觉得很好 其他的东西 柴米油盐 夫妻生活里面 都会去计较 都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你只要能够 有一个正面的能量 来带动你的另外一半 你就把这个东西 幽默化之后 很多的问题 就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各位 幽默感很重要 各位想要当心好男人的 回去练练吧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调查 针对于上海 北京 还有台湾 香港的这个男性 有一个调查报告 这个结果显示很有意思 说台湾地区的男性的 这个大男人指数 是四个地区里头最低的 另外台湾的男性 也最容易接受 妻子比自己的事业 更加成功 真的要为台湾的男人拍拍手 早期台湾社会一家之主 查来伸手 伴来张口的年代 早已经过去了 而这些年 台湾男人越来越贤惠 家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 可以说是一手包奔 我们应该做的部分 都会完全做到 比如说像李人一样 家里男生的事 也是我 不管电灯泡 什么马桶 什么重的 水电 都一定会做到 新公布的两岸四个城市 男生的社会性别 自我认知调查当中显示 台湾男性 大男人指数最低 这也破除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观念 互动更有弹性 这份调查问到 是否男人要比妻子更有钱 台北只有45.9%的男人认同 而香港高达66.3%的男生 认为男生一定要比女生更有钱 而观念当中 常做家务 照顾小孩的上海男性 大男人指数竟然是高于台北 再来就是台北只有3.6%的男性 看不起家庭主妇的男人 这个数字统计也低于香港 北京以及上海 这份调查显示 台湾男性渐渐可以接受 另一半优于自己 台湾已经迈向了 走向两性平权的氛围 我觉得印象中 上海男人已经够好的 这个洗衣扫地 带孩子 喂奶等等 没想到这份 这个调查一出炉 台北台湾男人非常厉害 我们看到 各项调查指标都是胜出 想问一下西平大哥 新好男人 为什么台北会胜出 是 盛美感谢你刚刚替我按摩 为什么我讲这句话 因为我必须跟大家讲 赞美是灵魂的按摩 所以大家每天要替自己的太太按摩 就说 太太你好美哦 太太你做的饭好好吃哦 你每天赞美 给他做灵魂的按摩 这就是新好男人 但是清廷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在老一辈里面 我认为大陆的这个新好男人 是比台湾多的 为什么 我爸爸成都人 我妈妈是石家庄 所以我常回大陆去跟他们 这样 我跟你讲 大陆人讲话 我就觉得好舒服哦 你知道 他们在谈论 比如自己太太或先生都说 哎呀 我那个孩子的妈呀 我那孩子的爹 我的爱人 对我的爱人啊 听了听了就很窝心 你知道吗 结果我们不是 我家那个死鬼 我家那个黄脸婆 你知道 我家那个女人 哎 我告诉你 我家那个女人啊 昨天怎么样 都是这样讲 你知道 所以我必须要说 其实老一辈的大陆人 才真正新好男人 他们很顾家 因为家里面 小孩子又少 所以他们就少 所以他们就比较顾家 顾小孩 不像台湾以前的老一辈 他为了拼 家里面小孩又多 所以现在的趋势是 以前 大陆的新好男人 比台湾多 但现在年轻的一辈 台湾的新好男人 比较愿意做家庭主符的 愿意 这个 顾家的比较多 刚西平老师说 女生都喜欢听甜言蜜语 露露喜欢吗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害怕说 嗯 今天讲这么多 是不是在外面 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是 倒不会啦 你看他讲的 讲的有没有做到啦 我觉得台湾的男人 你说他大男人 他也有大男人 他是在工作上 譬如说他去工作 然后赚钱养家 这方面他是大男人 他觉得养家是我的责任 我很大男人 可是进了家门之后 如果他要带小孩啊 要做家事 他那一方面又变成了小女人 像我老公 他并不觉得 我在外面工作 我回来就应该 你一煮饭给我吃 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觉得我在外面工作 可是回到家里 那个家事是我们两个平分 我们做各自擅长的部分 其实这个各行各业 都有一些新好男人的代表 比如说西平大哥呢 是名嘴圈的新男人 新好男人代表 那这个演艺圈里头也不例外 尤其是像这个陶金 陶子姐的这个先生 李李仁 尤其在顾家这一条 他真的是当仁不让 我们在很多节目中也提到 我们来看看 他是怎么做一个慈父 可以愿意这个放弃自己的事业 三年在家里照顾两个小孩 曾之山休闲搭配 李李仁在接男主角 是不婚主义的整形医师 有一场要把妹的戏的时候 导演就一直骂我 我说你 你真的不会把妹 我说对对对不起 这个有点要回溢 回溯到远古时期的一些经验 曾经给人浪子印象 李李仁从偶像歌手转型演员 是八点档抢手的男主角之一 三个月的收入 从新台币三百万元起跳 2005年步入婚姻 半夜12点 经常在片场 向妻子学晚安 老婆你辛苦了 感谢你 我没有给她什么聘情 我只能够给她 是一生的承诺 陶金银作词谱曲 李李仁的MV现身 就像在家相处 第一个孩子出生 李李仁她变了 反正在家能做的事就是 就是柴米油盐酱酱茶 你都得做 在家照顾女儿痘痘 儿子李小龙 李李仁还得了妈妈手 三年不接连续剧 偶尔客串演出 其实前几天带小孩出国一趟 那刚刚看到导演导演说 你去海岛晒黑了 我说不是 我带海岛没有晒黑 我包得跟柴茶女一样 我真的晒黑是刚刚在家 洗衣服的时候 晾衣服晒到黑了 因为台湾的太阳好毒 然后还是希望我多休假 然后心疼是一定有 因为那时候要去住院 在收衣服的时候 我就默默的收 然后背后就有一个男人 然后就开始挫气 一直哭一直大哭 连整个那个送我去的那个 路上车程都在哭 我想说 真的哭得太凶了 还我不好意思哭 或许说起来很简单 李李仁用行动来实践 白花花的银子 够永就好 这对夫妻的共事是 家庭孩子摆第一 除了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 看到的这个报道之外 这个李李仁到底有多好 是美姐 以您对她的了解 她是多么好的一个好男人 我必须强调就是说 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心好男人 我们不是鼓吹说 男人你就不要工作 你就在家带孩子 然后你就照顾家庭 我们认为的心好男人 他其实是很有能力的 他有工作的能力 那他也许在某个时候 他为了让太太去成就他的事业 所以他可以选择去照顾家庭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要讲的李李仁 各位他不是没戏牌 他不是没有能力去接工作 请不要误会 其实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戏约 可是呢 在两相权衡之下 他希望就是他们夫妻 一定要有一个人 在豆豆跟小龙 就是他们的女儿跟儿子 成长过程当中 尤其是一岁到三岁这段时间 他们父母去要有一个人 一定是要全天候的在他们身边的 那当桃子没有办法的时候 李李仁决定由他来做 所以我们这么喜欢李李仁 就是觉得说 这个男人可以舍 要能够舍掉 这个工作上的成就不容易 这样我们把这个李李仁 讲得这么好 露露拿他跟你家的男人比比 你觉得到底怎么样是 心好男人呢 谁比较好 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要奉劝电视机前 所有的太太们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老公 跟别人的老公比 因为老公其实我刚刚说 他就像鞋子 穿得好看着别人看 舒不舒服 只有你自己知道 在家庭那个婚姻关系里面 最忌讳的就是 不管是老公也好老婆也好 就是拿自己的另一半跟别人比 其实为什么台湾的男生 好像看起来 幸好男人比较多 其实也是跟台湾的女人有关 因为其实台湾的女生 讲话非常的温柔婉约 然后在家庭里 他也甘愿做一个小女人 那刚才西平大哥说 语言是心灵的按摩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台湾女生 我也是来台湾之后才学会的 就是老公回家之后 给他做一些心灵的按摩 老公回来之后就说 老公你工作辛苦了 然后老公帮你带小孩的时候 你就说 老公幸好家里有你帮我带小孩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长期语言的按摩 让他愿意 就是在工作之余的时间 都愿意在家里帮忙你 做一些带小孩或家事的工作 所以你比较聪明 算吧 那么到底普通的民众 心目中什么样的男人 算心好男人 我们来看看我们驻台记者的 一个街头访问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 可以称之为是心好男人呢 如果按照传统的眼光来看 当然首先要人品好 要一声正气 其次呢 要有责任感 还要会赚钱 即便是现在没有钱呢 也一定要是一只潜力骨 可是按照当下的眼光来看 似乎大家对于心好男人的评判标准 有了一些改变 更多的人愿意把 疼老婆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 那么台湾社会对于心好男人 又有着怎样的评判标准 大家公认的心好男人 又会有哪些人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 台湾民众是怎么说的 会煮饭照顾小孩 顾家吧 顾家吧 爱家 爱小孩 吸水要全部拿回来 这是太太的意见 不过我还蛮同意 但是心好男人的话 这个我只能从做事的立场讲 我觉得说要做任何事情 要很敬业的人 要有钱 要有行 要有事业 当不当就喊我爱贴 爱气 各方面都替女生着想 然后是平等的状况 我都觉得算是心好男人 上里里人就不错啊 我爸爸吧 蒋友伯 那当然大七一家都可以啊 郭台铭太有钱了 刘德华 张学友 都没有 我觉得都没有 周遭蛮多朋友 我觉得都算是啊 马英九吧 对啊 因为感觉他形象很好 这样子 我还是觉得我现在最好 马英九不合格的 马英九 我书 增长 学长 挺 都不合格 您眼中您觉得心好男人都在表 我 看来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 以及不同的年龄段对于心好男人的评判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能说心好男人的评判标准永远都没有最好 只有合适自己的才最重要 其实呢 每个人心目中的这个心好男人的标准都不太一样啊 之前像很多人说马英九是心好男人 可是这样刚才跟马大哥一比的话 马英九算不算心好男 因为他之前说连自己女儿上这个几年级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马大哥认为马英九是不是这个心好男人 心好男人有很几个面相 看从哪个面相来看 如果你从条件的面相来看 马英九当然是心好男人 对不对 那你如果从品格这个面相来看 马英九当然是心好男人 但你从顾家的面相来讲 他就不是心好男人 所以其实有很几个面相来讲是 我很快的讲一下 第一个 马英九在1993年以后 全家 他们1993年全家去金山住了一个晚上 从那一天之后到现在19年了 全家没有出游一起出游过 还有一次 就是他们去看画展 结果来马里在门口 被人家签名照相签名照相 太太跟女儿看完画展出来 她还在那边签名照相签名照相 太太女儿就说 爸爸没关系你不要这么辛苦 你以后不用陪我们来看任何展览了 从此就没有一起看展览了 所以从这角度看 你不跟家人看展览 你不跟家人一起吃饭了 你不跟家人出去旅游了 这一部分他是新坏男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知道我很清楚 马英九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都说到福华湾一下 去买苹果卷跟巧克力蛋糕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周美清爱吃 我问过他说 你为什么除了要买巧克力蛋糕 他说周美清不喝牛奶 骨质疏松 这个是瑞士巧克力制的 里面盖子很多 哇你知道 他心细成这样子 你不要看到周美清情人节 1993年的情人节 你知道他送周美清什么东西吗 15个润笔 5个挂包 是他自己想吃吗 15个润笔 5个挂包 那个比起来有点像贡品 后来就说 你能不能换个方式 1994年他就换个方式 他还是10个润笔 换10个欧娃接你知道吗 但是他会不会做浪漫事情 他会做浪漫事情 蛮久有一天做了一件事情 他居然在广播电台上 点了一首歌叫针 风针的那个针 说我这首歌要送给我太太周美清 哇多动人啊 会做这种感人的事情 那个风针的首歌你知道 是我记忆里蓝舍的温柔 仿佛是你千细的手 将我的一身牵动 风针的针 就是你的手就是风针的手 将我的一身牵动 放给周美清听 周美清虽然看不到马英九 但是在这个电台里面 听他放这首歌给他听 那种感动多好 所以我认为 马英九在某些程度 是心坏男人 在顾家上面 但是在品德 条件跟对太太的包容性上面 他是心好男人 我们刚刚讲到马英九证婚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他每一次在这新人结婚的场合 都是这样讲的 如果太太有错 你又没有犯错 那一定是你害他犯错的 因为太太永远不会错 说这句话也永远不会错 就是你说太太有错 怎么永远不会错 这个每一家老公都会讲 吵完架之后都会说 老婆你永远没有错 都是我的错 可是过不了多久 他还又犯一样的错 他最少他会讲 就是对啊 我希望他讲了之后 不要再吵架 对 但是所以说 就是什么锅配什么灶 就是我觉得 心好男人真的不是我们 只是讲说 你有钱啊或什么 像我老公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不浪漫的人 我从嫁给他开始 我没有过过一年的生日 他从来没有给过我 买一个就是 他就是从旁边细心观察 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给我从来没有 没有送过你情人节礼物啊 生日礼物啊 圣诞节礼物啊 没有 可是我老公 只要我说我想要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吝啬过 掏出皮包帮我买 然后只要我说 我想要去旅行的地方 他从来没有说一个不字 然后只要我说 我想休息 今天你带小孩 他从来也没有 找过推脱的理由 所以你说我老公不好吗 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 所以就是所有的女性 不要再跟别的男人去比 你自己觉得舒适 那是你的生活方式 那就好 其实不管是满酒还是里里人 都不可能是实权实美的完美男人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只要在太太眼里 她的优点可以足够放大 去掩盖她的弥补她的一些不足 就是新好男 其实所谓的新好男 无非只是说她的一些优点 更适合当下的审美 或者是当下的主流价值的这个标准的判断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 看一下也好 小孩子喝了一个多月米汤 她才发觉 所以从顾驾的角度 她不是好男人 阿凡达也是啊 她可以对一个有尾巴的女朋友 这么一往情深 在现实生活中 你还是找不到 太太化妆要等得 太太生日要记得 太太花钱要舍得 太太打发要忍得 新电视新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由海信智能电视 冠名播出的海峡夜行 我是叶经理 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 来聊一聊新好男 前面一节呢 我们聊到了当下这个新好男 一些标准的代表人物 其实所谓的新好男 也是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跟这个价值判断的标准 不一样而变化 所以这一节呢 我们要来纵向比较一下 那之前的好男 也就是所谓的老好男 好男人的标准又是什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谁是理想中的新好男人呢 熊瑶电影会给你最佳的答案 前两天我在山里边看到一个女孩 她只穿了一身简单的衣服 却比这些小姐出色 男女主角身份极度的反差 在爱情文艺片里 更能够凸显好男人 为爱奉献的高贵情操 在熊瑶的笔下 男主角一向是体贴多情 敢爱敢恨 再加上主演秦翰秦祥林的帅哥形象 让不少少女甚至是婆婆妈妈 都把戏里的白马王子 当成是好男人的典型代表 送给我 再把时间往前移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台湾 男权主义的价值观 再加上当时的物资匮乏 在外打拼赚赚钱养家 成为了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那种情况之下 穷小子奋斗的励志传奇 就成为了当时的佳话 努力去做 没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的事 台湾经营之神 王永庆 在十五岁小学毕业那一年 便到茶园当杂工 后又到一家小米店做血涂 第二年 他就用父亲借来的两百元钱 做本金 自己开了一家小米店 此后一路打拼 创造出近百亿美元的身家 是台湾难得一见的企业家典范 也是台湾好几代男人的偶像 不过现在也有调查发现 几乎没有女人 愿意自己的老公成为王永庆 毕竟钱再多 也不希望有别的女人来帮着花 一句话来讲 偶像可能仅仅是偶像 是不是好男人 还要靠自己来体会 这理念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从学徒到后来的 这个经营之神 这个王永庆应该也算是 那个年代的这个好男人 这个新兵大哥 您觉得那个时代 这个王永庆算不算是一个好男人 对不起啊 我跟王永庆先生很熟 但我必须要说 他不算新好男人 你想想看 第一个 他能够拼到金银之神 所以第一个 他一定是不顾家的男人 对不对 他在外面打拼 第二个 王永庆先生个性非常刚强 所以他不温柔体贴 第三个 王永庆先生的有三个太太 所以以这三个标准而言 王永庆先生不是新好男 唯一能够列入新好男 就是他后来 这个有财富了 那么财富 常常是女人认为 新老男的条约之一 所以他是 三坏一好 如果从世界上横向相比较的话 郭台铭也是非常的成功 不过呢 他跟王永庆先生相比的话 更加疼爱的妻子 他自己公开的宣称说 陪他打拼的第一任妻子 是他的最爱 曾经买下欧洲的古堡 送给太太做生日礼物 那跟现任的妻子 曾欣颖狗狗呢 也是甜蜜有加 疼爱有加 西米老师 您觉得这个 郭台铭算不算新好男人 郭台铭就是 我就说有两个标准 从顾家的角度上 他绝对不是新好男人 你知道吗 当年 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 发觉 这个林叔叔为小孩子喝米汤 他就说 你怎么为小孩喝米汤呢 林叔叔说 因为你一个多月 没有拿钱回家了 没有钱买米粉 奶粉 没有钱买奶粉 我为了怕增加你的负担 跟增加你的压力 所以我没给你讲 我又自好给小孩喝米汤了 你看看 小孩子喝了一个多月米汤 他才发觉 可见 他在打拼的过程中 他是个不顾家的男人 所以从顾家的角度 他不是好男人 但我必须要说 从温柔 从深情的角度 郭泰铭 绝对是 No.1的新好男人 林叔如 这个从生病到往生 他确实是伤心欲绝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他 从林叔叔往生之后 他每个月 都要到爱务员 去看林叔如 他在 跟这个曾祁怡结婚 的头一 头一天 他到爱务员去 向林叔如报告 他说 我结婚一定要得到你的允许 然后他居然亲吻 林叔如的那个雕像 亲吻了三次 亲吻三次 然后他告诉他说 我虽然明天要结婚 但是Salina 这Salina是林叔如的英文名字 你永远是我这辈子的第一位 所以我跟你讲 他是一个痴情的 深情的 新好男人 我们知道这个 陆陆当年跟先生谈恋爱的时候 父母也是很反对 其实这个反映了两代人对于这个好男人标准的不同的判断 对于这样一个如花美貌 然后呢又冰雪聪明的女儿 所以当年您父母希望您嫁的是一个什么样标准的男人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好像爸爸妈妈的要求都差不多 一定要是高学历 至少大学毕业 然后最好是就是在公家机关工作 然后是公务员 然后最好他的爸爸妈妈也是在公家机关工作 也是现在想高富帅都要有啊 对啦 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标准 我只是凭感觉 然后所以我现在嫁给我老公 我妈也承认我老公是个好老公 可是他都丢给我一句话说 你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就是像我们那种凭感觉的 还好让我找到我老公 不过实在在变 现在的新好男人 这个条件也不太一样了 可不可以请西平大哥谈谈 又有加入什么新鲜的这个方向有没有 仪礼里面有说 女人要有三重 对不对 然后周礼里面有说 女人要有四得 所以从古以来就说女人要三重四得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新好男人的标准 就是你也要三重四得 对不对 这个太太出门要跟从 太太命令要服从 这个太太有错要盲从 这三重一定要学会了 对不对 这就马英九了 太太化妆要等得 太太生日要记得 太太花钱要舍得 太太打骂要忍得 所以三重四得 我认为新的标准就是新三重四得 你要记住 然后你要记得要呵护 要迁就 要赞美 不要忘记 你如果有一次帮你太太拉一次椅子坐下 在餐厅再拉坐下之后 他会记得一年 记得十年 其实新好男人到底需要哪些标准 每个人心中都有 感情都不一样 比如说蛮久有他的爱妻守则 西平大哥有他的心三重四得 但是有一些标准 听起来正是让人啼笑皆非 去年台内政部门 曾经举办过一个成真好男人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当中 上榜候选的一些名单当中 除了像绯闻不断的周杰伦 还有是像曾经为赌博落跑的诸葛亮 还有一些电影跟动画的人物 比如说叶问了阿凡达了等等 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台内政部门花了五十万元 新台币举办成真好男人活动 提供了十五组人选让大家来票选 绯闻不断的周杰伦 入选了这次票选的理由 是曾经说过 结了婚就不会离婚 但这样的理由和民众心中的好男人 有一点落差 经常在换 可能是因为艺人关系 所以不太愿意承认 除了周董入围的 还有为爱戒毒的诸葛亮 对七小腾案有加的郭台铭 以及又盛在偶像剧中的深情角色 还有电影人物叶问阿凡达 甚至连史莱克 也因为对菲娥娜的深情形象 都榜上有名 动画片人物入选新好男人 虽然有一点奇怪 但是很多人还可以看成幽默 以笑置之 但是对于曾在台湾欠下 大笔赌债后逃走 将债务留给家人的诸葛亮 更多人认为 他根本没有为家庭付出 与好男人差太远 其实包括诸葛亮 还有叶问 史瑞克 这么多 我们都觉得他好像 不应该是被列入 新好男人的这几个 都是选项 到底盛美你觉得 这是不是在恶搞 还是枯索 还是他们的这个调查 问的是小学生呢 不会 我觉得这个调查的 这个结果还蛮有趣的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梦幻组合 也就表示说 你在生活当中不可得 你就会去选这样的东西 选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形象吗 我喜欢看史瑞克 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 我都看了 史瑞克这个男人 我喜欢 为什么 他喜欢的公主 即使他变成怪物 他还喜欢 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会碰到这种人 不会 对不对 有很多男人是以貌取人的 如果尤其是貌美如花 太太不再貌美如花的时候 你的爱就不见了 所以我就说 我认为这个票选的结果 是相当程度的反映你内心世界 你希望这样 可是你在现实生活上 你得不到 叶问也是啊 怕太太 对太呵护卑制 太太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生活中 你找不到这样一个 这么功夫又好 各方面成就都好 又这么怕太太的男人 你找不到 是不是 阿凡达也是啊 他可以对一个 有尾巴的女朋友 这么一往情深 在现实生活中 你还是找不到 所以我认为 他除了是哭手之外 也反映现实下年轻人 他们还是向往 一个很美丽的婚姻生活 一个很梦幻的婚姻生活 但是往往是遥不可及的 前面呢 我们聊到了 这个新好男人的标准跟例子 以及这个好男人标准的 这个一个历史的演变 下一节我们要回来聊一聊 新好男人到底要怎么练成 休息一下 欢迎继续回到 海下也好 新电视新生活 欢迎继续收看 由海星智能电视冠名播出的海峡夜航 大家好 我是叶清零 我们继续新好男人的话题 这一节我们要聊一聊 新好男人要怎么练成 刚才西平大哥把传统礼教当中的 这个三从四得到 现在的这个新三从四得 就是一个变化 你觉得现在这个新好男人标准的变化 是不是说 跟当下这个女性的地位提高是不是有些关系 现在新好男人的标准越来越提高 当然跟女人的地位提高有关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教育部的国语词典 第一 新好女人 新好女人是什么 我练给大家听 他说 新好女人是以家庭为生活重心 爱慕先生照顾子女 尽力维护婚姻生活的美满和谐 好 就这四个标准新好女人 就登出来之后 引起轩然大波 中国时报登的一板头条 把这为什么 因为女人都在群体抗议 为什么要爱慕先生照顾子女的 就是新好女人 为什么不能事业成功是新好女人 哇 你就从这地方就可以看到说 原来现在新好女人 他们要增加的不只是说 我照顾家庭 我在事业上的成就 也是新好女人 所以当新好女人标准提高之后 新好男人的标准 也就相对的会被提高 所以现在做男人很辛苦 你知道吗 他们标准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因为标准越来越高 所以现在新好男人 每天都在那边跑步 也要追上女人看你的标准 我觉得应该是说 男女在一起 共同的价值观很重要 盛美姐 你觉得新好男人 跟新好女人在一起 就能成就一个幸福的家庭了吗 错 因为婚姻生活是互补的 所以新好男人 他不会去娶一个新好女人 新好女人 也不会嫁给新好男人 我们今天举了例子 你看 马英九身边的周美清 你是新好女人吗 我们不会把标准 放在周美清身上 我们会觉得她是犀利人妻 李里仁身边的桃子 你觉得她是新好女人吗 不是 她也是个犀利人妻 那你反过来 我们常常觉得 谁是新好女人 我举一个例子 你看孙芸芸算不算新好女人 算 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你不会认为 她的先生 廖正汉是新好男人 所以我就说 成就一个新好男人身边 应该是有一个 一定要有一个人受委屈吗 应该是有一个 比较 我们认为 不这么完美的 另外一半 然后成就 这一个新好男人 或新好女人 好 我们节目最后 也替现代男人 来把把脉 如何做一个 让别人爱你自己 也尊重 也喜欢自己的 新好男人呢 露露你先 我是觉得 男人不管在外面 成就有多高 你在外面是多大的大男人 但是请回家 脱掉大男人这件外套 做一个呵护自己的太太 帮助太太分担 家世的好老公 锡萍老师 永远不要让你的太太 掉一滴眼泪 不可能 秀梅那你呢 不要执着在好男人 或好女人 我觉得把家庭顾好 是最重要的 其实什么样的男人 才是新好男人 还是终究要女人 说了算 现在的现代女性 越来越能够分担 家庭当中的经济的重任 现代的男性 对于性别平等的观念 也是越来越加强了 我觉得只要爱朋友 爱工作 爱社会 爱生活 爱自己的女人 那就一定是新好男人 谢谢黄晴 谢谢三位来宾 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也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一期的海峡夜行 下期我们再变